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今天遭到了强烈的暴风雨袭击 造成至少两人罗难 经过70万户无电可用 数以千计的航班取消货物点 法新社报道 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接到了恶劣天气警报 当局请民众留心龙卷风等 从阿拉巴马州到纽约州 几乎整个美东沿海地区都出现了降雨 强风并下起了冰雹 美国国家气象局稍早预测 具有中度风险会出现危险风暴 最高阵风可高达每小时130公里 国家气象局巴尔德摩与华盛顿办公室 今天稍早在社区媒体发文说 请持续留意天气状况 确保有多种方式接受警报 到了深夜 大多数地区的恶劣天气已经减轻 但由于持续降雨 有些地区面临洪水威胁 国家气象局表示 维基尼亚州记录到直径长达11.5公分的冰雹 根据电力供应状况追踪网站 到了今夜 东岸沿岸有超过70万户 5点可用 航班追踪网站表示 由于恶劣天气浮现 今天有超过1700个美国航班取消 又超过8000个航班延误 在华盛顿 由于预测天气不佳 联邦机构让员工提早在下午30下班 在美东地区遭到了风暴侵袭时 包括德州路易塞安那州与佛罗里达州等 美国南部一大片地区发布超高温警报 一直到明天气温预计将飙升至摄氏42度 科学家说气候变迁加剧了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与频率 在美国南部一大片地区